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来做一个小米笔记本的扩容视频 这款小米是8GB的版载内存 这位小老板是准备升级到16G的 当时他一开始是准备自己升级的 他自己买了内存颗粒过来更换 当时他换完之后 发现居然电脑开不了机了 所以现在这个电脑来到了我手上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两代内存 这一代是它原机的内存颗粒 这一代是他自己买来并且更换了的内存颗粒 也就是换完这一代内存之后 发现电脑开不了机了 它原来是一切都能正常使用的 我们把两个内存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是他自己买来的内存 然后这个是他原机的内存颗粒 这里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颗粒 这个呢 是他原机的颗粒 它的型号是K4A8G第二行 当颗呢 它是1GB的 8颗组成8G内存 再来看一下他自己买的内存颗粒 它的型号呢 也是这个K4A8G 也就是说它两个的型号是完全一样的 型号一样 它的规格自然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位小老板就算是更换内存颗粒成功的话 内存容量是不会变的 依旧还是8Gb的内存 所以呢 它应该是被卖芯片的给坑了 别人跟他说他买的是单颗两G的 其实还是一G的 而且呢 它不只是容量搞错了 而且它这个内存颗粒装上去还不开机 我看了它焊的颗粒应该是没问题的 颗粒焊的没问题 焊接都OK 而且这个颗粒确实焊起来也没什么难度 那这边呢 我已经把它的内存颗粒换好了 我给它换的型号是K4A AG 这个呢 就是单颗2Gb的内存颗粒了 现在呢 我8个是已经换好了 现在再来给它装起来 看一下16Gb的内存有没有识别到 因为大多数笔记本扩容了板载内存之后 还需要更改标识里面的内存SPD信息 不然的话 它是不会识别完整的内存容量 那现在呢 我已经把主板装到电脑里面了 先看一下能不能点亮屏幕 再看一下内存容量有没有识别完成 OK 开机了 看电流应该好像是在跑马了 哎 亮了 这个小米的笔记本它第一次开机都会重启一次 直接进BIOS看一下能不能识别到完整的16Gb的内存容量 我吵 还有密码啊 先稍微等一下 我就把它这个标识密码问过来 没有问到密码 这个进P用CPU-Z看一下它的内存容量吧 这个也是可以看到内存的信息的 是i5 8代的CPU 这边 哦 好 现在呢 它还是8Gb的内存 在我更换了当颗两G的内存颗粒之后 它现在还是8Gb的内存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我买的也是买到假货了 打磨的 其实并不是啊 我现在呢 只是给它更换了内存颗粒而已 但是呢 内存的工作还需要SPD的支持 在我们普通的内存条上面 它是有单独的SPD芯片的 比如说像这种内存条 它就有单独的SPD芯片 在哪里 哦 在这个贴纸的下面 在这个位置 正常的内存条 它里面都是有一个LOOM芯片 用来存放内存的SPD信息 通过修改这个SPD呢 我们就可以修改内存的品牌 出厂日期等等各种 像这种绑载内存 它没有单独的芯片来存储这个SPD 它绑在内存的SPD 都是存放在BIOS里面的 所以这种情况 我呢 已经更换了16GB的内存 但是它还是显示8GB 这时候就需要改一下BIOS了 主要就是更改BIOS里面的SPD信息 这个以前在修内存的时候 搞得很多 不过现在内存便宜了 自然也就不修了 当时呢 事实总是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一点 无论我怎么修改BIOS里面的SPD 它显示的容量一直都是8G 在这里我折腾了将近两三个小时 一直在研究BIOS 这个小米的BIOS比较奇怪 平常给华硕或者联想挡载内存升级的话 都没有这么多事 就换完了颗粒改个BIOS就好了 唯独这个小米的怎么修改都不行 我已经把BIOS里面的SPD从8G改成16G了 但是显示的依旧是8G 所以我感觉它这个升级16G的话 可能还需要更改其他地方 比如像苹果笔记本 它升级板载内存的话就需要更改主板的配置电阻 需要移动几个电阻 但是呢苹果的有图纸有点位比较方便 这个小米的既没图纸也没点位 那我没招了 只能去请教了一下我的师傅 要不怎么说是师傅呢 我在这折腾了三个小时 没啥效果 他一分钟就帮我搞定了 现在呢我已经按它的操作 修改完成了 现在再来节点看一下 开机之后直接按F2进BIOS 可以清晰的看到内存容量已经变成16G了 所以呢这款笔记本升级16GB内存的话 不仅是要修改标识里面的SPD 这个标识也是要改的 不改的话也是没有效果的 还需要改主板 改了哪里呢 这个我就不提了 我师傅不让我跟别人说 因为更换了内存颗粒 所以还需要识别一下这些颗粒的稳定性 可以用PE里面的工具来测试 它会自动测试 整个16GB测试的话 可能时间会久一点 可能全部测完 可能要将近四五个小时 先把它放一边 跑测试呢 没问题 给它拿个硬盘 装个系统 进系统看一下 是DDR4的16GB的内存 是两根双通道的8G内存 这个电脑升级完之后呢 运行也很稳定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